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大家对我的感情非常好 然后就不会像以前一样对我很冷漠 偶尔都会关心我在 地处偏乡的越名国校校学资源有限 多数学生出身于弱势家庭 两年来非洲股社在儿童福利联盟的补助下 除了有足够的经费来维持社团运作外 也让孩子放学后能有人照顾 透过社团他其实可以找到去上学的另外一个乐趣 因为他可以找到自己也可以很棒或者有兴趣的地方 家长不用再额外的付一个安静班的费用 那对这个家长的经济来讲是一个蛮大的帮助 那最重要的是孩子有更多元学习的机会 他可以学到更多的一个才艺 非洲股社团成立以来 在学生的领域之下 他们获得许多寻非表演的机会 练习过程中 无论是破皮的手指还是专重的手臂 都是为了每一次更好的演出 接下来要看的这群小朋友 他们真的是记忆超群 他们是新北市巴黎米昌国校的陀螺队 大轮回 神乎独轮 万箭齐发 这些钢蓝图的动作让他们连续12年得到北线陀螺比赛冠军 这就是米昌国校特技陀螺队 他们这一次已经变成第12次的冠军 陀螺队在我们学校是一个蛮象征性的一个东西 一个指标的东西 如果能够进入陀螺队 而且可以上台表演的话 对他们来讲是对他们莫大的一个信心这样子 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在他们花试技巧的背后 可是花了不少时间练习 不仅如此 他们还会在练习之余 互相研究新招数 每次表演都会让人有不同的惊喜 他们玩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就那一不小心当中就会发明了一个新招 我们的招数为什么那么多 为什么米昌国校的招数别人都不知道 为什么这个招数 因为那些都是小朋友自己所发明出来的 有的时候你会激烦你自己的那个斗志 像刚刚在打那个你就会一直想要让 就会一直有一种意识 说要把陀螺打进那个教你 每间学校都有属于自己的特色 这群陀螺队员们将继续发挥他们独一无二的创意 用陀螺植书属于他们的欢乐童年 这群小朋友真的很厉害 他们还会创新招式 而被公民新闻采访播出 也让他们觉得又骄傲又开心 你也想要加入公民记者的行列吗 PayPal公民新闻平台 特别举办了免费的课程 教您如何简单上手拍公民报道 欢迎有兴趣的朋友上网报名参加 PayPal公民新闻报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